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繼續我們的寵物競賽 各位寵物競賽又來了更新了 不過呢 啊 這個更新我覺得是有點鳥就是啊 因為呢 啊 可能他們的 能力不足吧 所以呢他們每次的更新 就是那麼一點點 一丟丟 沒什麼太大的 更動之類的 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一種感覺 就是啊就這樣啊就這樣的感覺 每次更新我都是這種感覺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一樣也有這種感覺 反正總之呢 老頭之後可能考慮吧 兩個禮拜更新一次 寵物競賽吧 不然怎麼辦 應該是說 作者更新第二次的時候我再來拍吧 不然的話東西真的有點少 又怕到時候 影片沒什麼內容 感覺也不太行 不過沒有關係啊看狀況啦 我們到時候視情況而定好不好 然後呢 我在這邊 先 跟各位 講一下 我們這一邊有一隻 迷衣貓咪 這隻迷衣貓咪呢 是之前 上一部影片 有一位觀眾送我的 我們 NC大大 感謝我們的 NC大大贈送的 這隻迷衣貓 不然的話真的是 超級難抽的 老頭抽了好久好久都沒抽到 就他送我這一隻 然後這一隻是第四隻 他都會編號說這隻是第 第幾隻產出的 這一隻已經很前排了 前面三隻 DC群組裡面有人抽到 然後那一位 NC大大呢 抽到了第四隻 他把這隻送我 那 那我也為了 報答他 我把我的鑽石 獅子呢 三隻 來跟他做交換 這樣子 在這邊 非常感謝 NC大大 好不好 送我這一隻 迷衣貓咪 那 我應該啦 也是會想要 繼續收 這個貓啦 如果呢 你們有 多這個貓咪 想要賣我的話呢 我是可以用那個 寵物模擬器的鑽石跟你們換啦 好不好 只是我不知道價格多少 因為畢竟這個遊戲剛出馬 所以他的價格幾乎是 就看人啦 就是看心情爆啦 所以呢 到時候再看看吧 好不好 好啦 講這麼多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他更新了什麼內容 他更新了一隻 就是 商城裡面的 這個 組合包 應該是說已經更新一段時間了 他在改版之前就已經出了 然後呢 送了一隻700M的 什麼OP寵物 我不知道他OP在哪裡 老實說 這個的話 我覺得 應該就是給新手用的啦 新手如果錢多有沒有 直接買 可能後面關卡會過的比較順利一點 就是會比較快 可是我也覺得 其實沒必要 你知道嗎 因為他現在目前 只有這幾關而已 只有 四關還是三關 只有三關而已 所以勒 我覺得沒有必要買 我覺得 買的太浪費錢了 哎 就是他的內容還太少 不值得去 買這個組合包 啊 當然呢 這些 通行證呢 如果有買的話 你會過更快 可是 相對的 過很快嗎 你也會很快就失去這遊戲的樂趣 因為太快就結束了 因為這個到現在都還沒開 啊 所以勒 就 看看人了 好不好 這個只說看人了 多了這個東西 再來呢 他另外一個更新 吼 就多了 這個升級機器 啊這個升級機器呢 上面有10%幸運 10%鑽石 然後滑板的速度 其實我覺得這個最沒用 這個可以最後升 啊最重要的是 孵蛋速度 孵蛋速度 非常重要 這個一定要把它升滿 再來就是 寵物等級的上限 這個應該是 寵物等級的上限吧 啊這個也要升 啊再來最重要的就是 寵物的 可裝備數量 啊這邊是 兩格嗎 所以呢 啊他可以裝兩個 啊那要優先升哪一個 勒 啊因為他都是 從鑽石 透過鑽石來升級嗎 所以呢 我們來 先把這個升滿好了 啊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賺取更多的鑽石 再來是幸運吼 哎然後他上面是 寫加10% Lucky 可是呢 我不知道是全升滿加10%呢 還是說 啊 全部點滿才加10% 所以他246 8 點一格加2% 點滿加10% 啊他這個應該要做成浮動數據才對呀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 才能夠更清楚明瞭 啊就是他到底加什麼東西 啊再來是孵蛋速度啦 哎你不要小看那孵蛋速度呢 一秒抽兩次跟你一秒抽一次 日積月累下來是差很多的 好不好 啊剛好我們鑽石多到爆把他升上去 不過這個 這個我沒辦法升這個600M太貴了 啊然後再來是升這個 哎 然後最後再升滑板好了 好 剩下的就 存錢買這個 哎我的滑板有變快嗎 好像有一點變快的樣子 那抽蛋速度我們來看一下 哎 先來喝個藥水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機率好了 因為我剛剛有乘以10%嗎 那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個原本應該是0.0.3的樣子 多0.1是不是 我們喝個藥水好了 喝下去 0.4 我怎麼感覺好像沒有差多少 呵呵呵 啊那個升級機器感覺有跟沒有一樣耶 我的天啊 我去看一下那個蜘蛛好了啦 因為那個蜘蛛我記得印象中好像是0點幾啊 0.6 哎變0.8 好像有比較多的樣子 好像有比較多的樣子 看一下抽蛋速度 有那麼快一點點 好啦是有那麼快一點點啦 哎 大概快個 0.5秒吧 啊快個0.5秒還是快個1秒 啊我覺得這是好事啊這是好事然後呢其實他上一次改版的時候已經有多了這個 啊抽寵物啊然後呢可以解鎖那個額外的寵物數量裝備齁 哎只是老頭都沒有解而且他要解其實很龜毛怎樣龜毛你知道嗎 你不能利用這種刪除機制去解鎖圖鑑 你必須要全部解開 讓他在你的背包裡面 這樣子才算解鎖 所以呢就變得是說麻煩 抽到一半之後呢 你都必須 啊你都必須要 清完一下背包啊你才可以 繼續抽這樣子 然後我看一下我們那時候還有等級上限嘛對不對 看要等級上限到到哪裡了 解鎖10級了 最高可以到幾等不知道 這個最高到幾等不知道 他原本等級上限是10級嗎現在解鎖了 啊那應該也是要練很久啦就是要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 我看一下加多少 好一次加 哎好像還蠻快的樣子 我們看一下一場打完大概加多少啦然後來換算一下升到11級 我們要多少時間 OK 啊然後鑽石呢從原本的90k變成135k喔 哎這個10%其實是蠻有感的 好不好 那我還沒有喝那個藥水 所以說我不知道實際上加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打完一場 6.9k OK 那總共要300多萬 我跟你講這個你可能要練到K笑了你這絕對會練到K笑 我覺得要嘛就是等新區域開放等級變比較好練 啊要嘛就是不要心想你會短時間之內升到11等好不好這個是 痴心妄想你看一場打完才6.9k而已 你總共要300萬呢 藥水加成再加上我們的機器加成 啊 看下去會拿多少 原本是135k變成270k 其實給的也算蠻多的啦 我覺得 啊這個給的算蠻多的 啊那個機器呢 升上去不如小補加減升啊好不好 然後呢之後老頭應該會私下把這個這個 啊寵物擴充的部分呢 把他給 解鎖完畢把他給升完 你看像我這個都快解好了 哎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裝 10隻寵物 10隻寵物再加上我們這邊的擴充 啊2格 可以帶12隻 啊到時候又會更強了這樣子 好吧那這個就是這一次更新的內容啊順便跟各位講一下好了 就是呢他現在這個活動呢好像每個禮拜都會換那個 啊競賽的條件喔 上一次是硬幣嗎 然後呢他這一次變成了這個獎盃哈 哎不要搞錯了有的人呢好像還不知道 啊他換成獎盃的然後跑去充硬幣 結果發現了回來的時候獎勵領不到 然後老頭現在獎盃的數量是75k 差一點就前10名了因為我現在就懶得懶得打了所以 一直給他放置 啊現在 我好像是第11名的樣子吧 啊我已經跑第12名去了啊我也不管反正 我有抽到就好了 啊就是哪個意思 哎我也沒有打算要多拿了 對啊大概就是這樣吧 好啦反正更新內容就這樣啦那 之後再看要不要兩個禮拜更新一次 啊應該是說第一個禮拜過後的沒幾天他更新了我再拍吧 不然這內容太少了一下就沒了 啊我也不是說故意要拍這麼短啊就是真的他的內容就這樣 啊能講的真的不多啦好不好 好啦那麼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記得按下喜歡訂閱小鈴鐺 啊以及就是在影片下方留言說出你的看法 好不好 那麼呢我們下一集 衝物競賽再見的下集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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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